我说你管人家干啥呀 你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他说啥是啥呗 是 你总说别人说的言论不重要 但你为什么自己那么看重了 有一次他朋友 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说 你把女朋友叫来吧 挺长时间没看见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 电话里边跟我说 你来了之后少跟我说话 别人问你话的时候 你过我脑子再说 尤其是问你工作 你千万别说你玩了个破泥 我先丢人 你说你不在意别人的言论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呀 本来就是嘛 你说话平时过脑子嘛 跟我爸妈面前说话的时候 都一下一下子 都给我下一几零几零的 然后另外呢 你说你平时出去 我不是不在意出去 然后他爱玩了泥 你说咱吃饭啥的 然后他也不说话 然后他也不好吃饭 拿那盒破泥 就跟着哭着哭着着 你说咱跟着唠嘴的 咱全从你了 我不是不说话 不是你不让我说话吗 那人家得谁问我一下子 你媳妇干啥的 然后我说我媳妇个家做泥的 你说谁谁都不知道 做啥泥 天天我跟人解释 我得谁跟谁解释 你就不能安安稳稳地 找一个别的工作 你也不是没有别的技能 你干啥呀 我不是说我一辈子 就做这个工作了 我只是觉得 这个趋势现在挺火热的 假如说我真的因为这个工作 我挣到了第一桶金 以后我择业或者创业的时候 那不是更容易吗 那你说你大学毕业了 完之你不出来 你不直接面向社会 你就天天跟角落里一带 天天跟屋里头做泥 你说那像话吗 那你说你工作完之后回来 你不也就抱个狗包包手机吗 你们俩怎么打算 你们俩怎么打算 今天谁要来我们这儿了 他来的 要来干嘛呀 其实我就是想 咱别做这个了 这玩意也不是什么长远的东西 人就不干 我说一句定时句 老有理了 反正后来我今天就来这儿 我就心里就是 让大家帮忙劝劝啥的 劝啥 就劝劝地让他改变一下这个观念 你说这个 改啥 就是做泥这个东西们 你为什么来呀 就是他非说 我这个工作丢人 说的那个我劝不动你 你过来让嘉宾老师劝劝你 我就是觉得 我这个工作没有什么错 行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份卷 玩意 这个用这个事情去谋生 我没有听到哪里不对啊 他的这份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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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